爸 哎 这是你给我的昵称吗 我接受了 以后啊我就像爸爸一样疼你 你说什么呢 你怎么在这啊 我爸呢 你爸出去一会儿 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那你怎么在这儿嘛 对啊 我怎么会在这儿 我就是做了一个梦 醒来就发现自己在这儿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喂喂喂 过来帮个忙吧 不帮 帮个忙吧 这就是你家的事啊 快快快快 帮我递一下 钳子帮我拿一下 哎 谢谢 喂 又不是补衣服要好看 错了继续盯呗 那性质可不一样啊 这衣服不错了 顶多不好看 这不错了 这块板斜掉以后 下雨天 外面下大雨 里面下小雨 看不出来 你还懂很多 你爸说了 我是全能 这 你还也别补了吧 你看这里这么热 下雨了 正好可以冲冲啊 那为什么呀 那等到刮风天怎么办 你跟风比赛 谁先抢到水果 你不是说你全能吗 那你就给风打个电话 让他故意输给我呗 我是全能 但我只管地 不管天 是吗 既然这样我就降低要求 你给我按一个自动天窗吧 一到夏天自动打开 像我那辆车一样 对啊 做得到吗 好 前提你付我钱 干嘛 你看不出来我在干嘛吗 擦汗呢 你以为是让你做手术啊 跟装个自动天窗都不会 还跟那擦汗 水都不给你喝 女婶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女婿没水喝啊 什么 我不会有这么不讲理的女儿 我给你切稀碗啊 那好 那我先上去忙着了 去吧 的头 爸 你刚喊的什么呀 小罗 喊到女婿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嘛 怎么了 人家今天是来给咱们提亲的 这当然就是我的女婿 提什么亲啊 就是正式提亲的 人家要娶你 当然就是我的女婿了 怎么不能喊 等着吃西瓜吧 我 什么情况 情况不妙 不妙的什么地步 这好像是处理过的 按照这个破旧的程度 应该拿去直接销毁 你的意思是咱们上当了 看看邵我然这么一个 还是都这样 喂 喂 下来 我让你下来 扶我下来啊 坐 你在干什么 你说呢 我在帮你爸搭水果棚子 我说的是 你跟我爸说那些话 是什么意思 我和你爸说了很多话 提亲 提亲 快说呀 没有 其实我这些话 本来是想带你到 花前月下再说的 喂 你在搞什么 你爸说的 我 我口渴了 先下来喝杯水啊 喂 屎